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从5月1号开始 我国快递行业的第一步行政法规 就是快递暂行条例将正式实施 那么这个条例实施以后 会给快递行业带来哪些个改变呢 那首先就是实名制 这个条例就规定 快递公司应当对寄件人的身份进行查验 并登记身份信息 如果寄件人拒绝提供他的身份信息 或者提供的是假信息 快递公司就不能接单 所以以后寄东西绝对不能再使用什么哆啦A梦超人这样的假名了 接下来当然就是对个人隐私要进行保护 这条例就规定 除了有关部门依照法律对快递进行检查之外 任何单位 任何个人不得非法检查他人的快递 也不能私自开拆 私偿或损坏他人的快递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快递公司以及他的员工不得出售和泄露用户的信息 如果被发现 情节严重 最高可处十万元的罚款 另外有不少人都碰到过快递损毁或者丢件这样的情况 这个时候你想要维权 有些快递公司他就扯皮 说这不是我的责任 我根本就没有看到过你的快递 你找我的上家去呗 对此条例明确规定 如果用户的合法权益因为快递损毁延误或者是丢失而受到损害 用户可以要求该商标字号或者快递运单所属的企业来进行赔偿 也可以要求实际提供快递服务的具体的企业来赔偿 这话什么意思 打个比方 你的快递是通过张三发出的 后来转给了李四 最后是王五送到你手里 如果你发现快递有问题 你既可以找王五来索赔 也可以找张三或者是李四来索赔 说白了 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没有一个拖得要干洗 至于赔偿的责任 可以根据发货时保驾的规则来定 如果没有保驾 你也可以根据明示法律的相关规定 来明确赔偿责任 除此以外 这条例还规定要依法保障快递服务车辆的通行 以及临时停靠的权利 条例还鼓励快递公司要尽量使用可降解可重复利用的材料 第一步快递法规即将实施 我们就希望它能让快递的发展更快捷 更安全 也更环保 继续回来 前不久 广州交警出了新招 来治理行人 乱闯红灯 乱过马路 如果发现市民不遵守交通规则 交警会把它拦下来 让他乖乖坐在一旁观看交通安全宣传片来接受教育 如果市民要赶时间来不及看这个教育片 那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发朋友圈认错 闯红灯的行人在朋友圈发一段文字 说明自己闯红灯的行为 再加上要呼吁遵守交通规则的口号 你发到朋友圈要集满20个点赞 经过交警的劝诫教育才可以离开 那不少人就表示 一旦发了朋友圈 好些朋友都知道我闯了红灯 想着都挺丢人的 那就下一次就不敢再犯了 交警就说了 采取这些个措施 主要目的不是处罚 而在于公共教育 如果有20个人在网上看到了这条朋友圈 以此为戒 也遵守交规 那么一个人就能带动20个人的文明出行 现在社交网络发达 我们也是希望借助他 来广泛地传播遵守交规的重要性 你还别说 这效果挺不错的 刚开始平均一天要教育80多人 目前这个人数已经显著下降到了一半 说起来 交管部门为了治理行人闯红灯 那也是奇招评出 你像深圳 人家就推出了智能行人闯红灯取证系统 你要是敢闯红灯 交警叔叔就送上大屏幕直播 还有上海 你一闯红灯 几分钟之后 你就会接到交警的短信 通知你违法的时间和地点 提醒你去交罚款 是不是特别科幻 你如果敢无视红灯 电子警察盯着你的 要我说闯红灯 发朋友圈 集点赞 其实警察叔叔这么费心地教育大家来遵守交规 咱们也应该给他一个大大的点赞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一读文章标题 考生附体的天才病了解一下 最近杭州有一个叫小琴的高三学生 成了焦点 话说之前 他在班里的成绩不是倒数第一 那就是倒数第二 可是没想到 上个月来了一个摩底考试 他是有如考生附体 竟然就考了全班的顺数第五名 成了学校的一个神话了 看到儿子进步如此的神术 小琴的父母是甭提有多高兴了 没高兴几天 他们发现这孩子有些个异常 这小琴有的时候表现得很亢奋 话特别多 还喜欢手舞足蹈的 有的时候又特别的冷漠 谁都不搭理 一个人躲在房间里 在那哭呢 到医院 这么一检查 原来小琴同学得了一种病 叫双向情感障碍 俗称是躁郁症 这医生就说了 得这种病症的人 有两种发病的状态 那就是既狂躁又抑郁 当狂躁发作的时候 患者就出现情绪高畅 言语夸张 思维奔放 这些个症状 当抑郁发作的时候 就表现出焦虑悲伤 精力下降 胡乱的妄想 这样的症状 医生就说了 这种病呢 其实也算是一种天才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得这种病的人 拥有一于平常人的 那种创造力 有不少天才都得过这种病 你比如梵高 贝多芬 拿破仑 牛顿 海明威 拜伦 看到这 小伙伴就恩赖不住了 纷纷留言 这个病怎么得呀 我想得 我要变天才 对此呢 那医生就阻拦 说了 这是一种持续终生的病 一旦得了 一辈子都甩不掉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 和关注这种病症 相关机构 还把每年的3月30号 也就是梵高的生日 定为世界双向障碍日 所以当天才 那是没问题 不过这病 还是不要得得好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每到春天 上海南浦大桥的公交站台 就开出一片美丽的樱花 给热闹的城市带来静谧的美感 因此这座公交站 又被称为上海最美公交车站 坐在这样的公交车里 那还真是车在城中走 人在画中游 浙江建德 艺术家在油菜花海中演奏古琴 江苏卢高也是油菜花 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身处花间破墨作画 江西京口还有云南东川 农民驾驶到农用机械在地里耕作 以铁梨为笔 以种子为墨 在大地的画布上描绘壮丽的画卷 乌北紫规 屈原故里 人们来到户外健身运动 乐享春光 感受大自然的律动 春光明媚之中 一切都是生机勃勃 正印了那一句诗 叫《春满乾坤 万象星》 好 继续回来 前不久一段视频引发人文关注 一位老师站在讲台上 拿着手机和话筒忘情地演唱 吻别 他背后的黑板上留着整齐的高数版书 这究竟是唱哪一出呢 原来这是兰州理工大学的课堂 台上唱歌的正是教高数的张老师 张老师说高数课是必修课 又比较难 同学一堂课听下来蛮累的 他自己也喜欢唱歌 于是就利用课间休息的时间唱唱歌 让同学放松一下 换一换脑子 有的时候同学还可以点歌 张老师瞬间就变成了怀旧金曲点唱机 什么张学友 琪琴 张宇 怀旧的老哥他信手拈来 都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张老师不光自己唱 有的时候还点台下的同学一块来唱 刚开始同学还比较羞涩 不敢张口 到后来大家都熟悉了 经常来一个大合唱 整个课堂的氛围是立马难报 这么一来原本沉闷有些无聊的这种高数课 竟然就变得有声有色 那其他的同学也就纷纷慕名而来 大家感叹张老师是被高数耽误的歌手 说起来现在不少高校都在想办法创新课堂互动的模式 来激发同学的学习的兴趣 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 张老师在课堂上唱歌 那就是一种不错的探索 其实许多老师也都有自己独特的讲课范 你比如叶家迎教授他讲古诗词的时候就很喜欢迎唱诗词 国学大师黄侃他讲课每讲完一篇文章都要一扬顿作的给念一遍 很有激情 每次他念的时候 下边的观众同学就跟着一块来念 当时还被称为是黄调 要我说老师上课唱吻别 其实那是师生良好互动的开始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如今外卖已经和咱生活的息息相关 不少关于外卖的有趣的备注也让大家是津津乐道 你比如要求在外卖袋子上面画小脑斧和小猪配齐的 要求外卖小哥悄悄送进来的 要求最可爱的店员来送餐的 最近一条与众不同的外卖备注更是吸引到大家的关注 我们来看一看 这就是那一张外卖的备注单 上面就写着 紧交给九十岁老爷爷 然后把单子给撕了 免得老人心疼钱 原来这订单是上海一位催老婆的 因为年岁大了 中午孩子们又都在单位吃饭 于是这外孙和外孙媳 每天中午就给老人点了一份外卖 送到老人的手里 为了老人健康 这外孙媳每次都会提前把闹钟 射到上午的十点 提醒自己要准时的点外卖 他每天都会写同样一个备注的内容 就是不想让老人家看到实际的费用 考虑到崔老婆年事已高 牙口不好 他们还尽可能地选一些软乳的食物 荤素搭配 做到营养均衡 面对这么一个孝心外卖 崔老婆很感动 他知道外卖员会提前把单具撕掉 但是还是有几次给他看到了这个杯注 孩子的孝心 让他觉得很温暖 事实上这半年多来 也遇到过很多暖心的外卖员 有些外卖员会陪崔老婆聊火天 还有不少外卖员在送完外卖后 或者是发短信 或者是打电话 告诉他们 说单具已经撕掉了 您放心吧 最让他俩印象深刻的是 曾经遇到过一位外卖 说崔老婆年纪和他爸爸是一样的 后来还额外地自掏腰包 又补买了果汁给崔老婆 两口子就表示 我们给外公送去温暖 得到的是更多人回馈给我们的温暖 小心外卖单 要我说接力的是爱心 传递的是温情 欢迎回来 前不久 盲人歌手周云鹏发微博 说去某银行办理业务 结果工作人员 以他没有明示行为能力为由 拒绝给办理 周云鹏就提出疑问 办理过这家银行的银行卡 陪着一块去的朋友 可以帮忙阅读相关的条例 两个人也都带着自个的身份证 那为啥就不能给办理呢 后来他又去到其他的银行 人家就顺利地给办成了业务 他就希望 相关银行方面可以给出一个答复 很快银行方面就发表道歉信 说当事的业务员 因为专业能力不够 没有提供快捷的业务办理 还对周云鹏造成了情感方面的伤害 请求对方谅解 同时表示 市障人士不需要有人陪同 就能办理银行业务 会优先办理 对所有残障人士一视同仁 没有歧视 根据民法总则 吴明是行为能力人 是指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和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 对照看起来 这周云鹏显然是不算 那么银行的工作人员 拒绝办理业务 那确实是属于他的失职 幸好这一回 周云鹏通过发微博 引发了关注 事情才获得解决 也带了一些个普法效应 今后啊 其他的市障人士 你到银行办理业务 会更顺畅一些 当然了 对于此事的关注 恐怕不能止步于此啊 更应该看到 市障人士在生活当中 遇到的各种不变 如果咱们将这个视野 扩大到整个残障人群 他们工作环境 生活环境的一些个 不友好现象 就需要长期关注了 你想有数据啊 就显示 我们国家有上千万的盲人 这个数量是居世界第一啊 但到了生活当中啊 似乎见得不多 对他们来说 出门不方便 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比如忙到被占了呀 有些道路 甚至还是断头忙碌 他们出个门 那真是步步进行 还有一些残障人士 出门需要坐轮椅啊 但一些个城市公共交通呢 并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便利 所以呢 需要反思的不单单是银行业 咱们的公共部门 其他服务行业 也要弥补这些方面的服务的漏洞 关爱残障人士 不仅仅是每月发一些补助就完事了 还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 为残障人士提供生活工作等多方面的便利 城市硬件与软件是否友好 是衡量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一个文明的社会 一定是对弱势群体友好的社会 好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备受关注的深圳鹦鹉案终于尘埃落定 话说2016年的5月 深圳男子王某因涉嫌非法出售 珍贵宾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 被刑事拘留 一省法院审定认为 被卖出的那两只鹦鹉是受国际公约和法律保护的 王某因此被定犯有非法出售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罪 获刑五年 这起案件当时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最近深圳中院对二省宣判 至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来综合考量 说起来国际贸易公约自从1975年生效 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长期不变的话 你很难符合野生动物动态保护的需要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也规定 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名录 每五年要根据评估的情况 确定对名录进行调整 这就体现了与时俱进的一个立法精神 那根据新的标准体系 这王某所贩卖鹦鹉仅仅属于第一位 这也是量刑减轻的一个标准 都说法律是时代精神的产物 鹦鹉案落定 其实是一个普法 好 欢迎回来 近些年网络订餐平台 食品安全事故频发 无证兆餐饮 一直都是监管的难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前不久 上海市食药监局 那是联合了好几个外卖平台 来探讨建立外卖小哥 内部举报的制度 这家外卖平台上的商家 是不是黑桌王 这外卖小哥的心理 应该是门清 你想他们直接 天天跟商家来接触 所以相比平台派专门的人员检查 那外卖小哥 倒能够更快捷地 来发现商家的一些猫腻 如果让他们来当千里眼顺风耳 那绝对是事半功倍 几大外卖平台 也在积极地探索 有效地举报机制 你比如有的平台 人家就规定 外卖小哥 你一旦发现这商家 出现什么证兆不符 位置不符 这些情况 你就可以向站长来汇报 再由站长统一材料 向上级来汇报 确认无误 交由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处理 还有的平台 在骑手这个手机上 将违贵店铺可能存在的异常情况 做成菜单 骑手一旦发现问题 只需要一键举报的数据 就立刻交给了平台相关部门 线下线上 核实之后 来通知商户整改 还有的外卖平台 对上线的店铺 进行一个定位 如果发现 这个骑手取餐的地点 与定位不一样 就发出预警 来进行核查处理 当然了 这个骑手举报制度 要想真正的开展工作 还需要进行完善 你比如 怎样调动外卖骑手的积极性 这就需要有一个奖励机制来跟进 另外 骑手的安全和隐私 也需要你给它保障 毕竟举报 那是得罪人的事 如果商家找这个骑手麻烦 你该如何保护这些外卖小哥的安全 当然了 最关键的还有 一旦发现违规商家 外卖平台 你必须要严肃处罚 只有这样外卖小哥才能成为外卖食品安全的放哨人 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方九 中国政法大学一家打印店火了 这老板为了将这个打印的价格 给它上涨三分钱 那是拿出了写论文的架势 将上涨的什么纸张费 人力费 房租费 一一罗列和计算 并用表格统计了周边高校打印店的价格 最后写成了一个长达三页纸的打印价格上涨声明 贴在了店里 那店长就说了 这个考虑到顾客都是具有一些法学背景的大学生 所以格外的注重证据 这个声明一出来 那立马引发热议 有人就觉得奇怪 你不过是一家小小的小本经营的打印店 也不过就是每一张纸才上涨了三分钱 有必要搞得这么夸张吗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不夸张 甚至从长远来看 这样的店它想不兴旺都难 为什么呢 因为专业 因为人家有专业精神 想想咱身边有多少人仔细算过 你自己的收入支出的情况 有多少人仔细分析过自己的财务状况 又有几个做小本生意的人 对市场状况竞争对手 做过如此详细的调查和评估 很多人都是抱着一种差不多的态度 凑合的就行 根本就不会刻意去追求细致 追求精确 反映到做事的态度上 那就是专业精神的缺失 咱们很多人日子过得稀里糊涂 工作做得也是稀里糊涂 生活当然也就没什么亮点可言了 这家小小打印店 之所以能够走红 一方面因为老板对待自己的顾客足够尊重 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整个社会对于专业精神越来越推崇 而专业精神这是工作当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像张瑞敏说的啊 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 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那就是不平凡的 好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春暖花开 各地公园的乡亲角开始热闹了 这焦虑的父母到处出没 一些京剧 省剧也频频爆出 你比如最近上海乡亲角有一位大爷 为他们家女儿来乡亲就上了热搜 大爷就说了女儿现在在美国工作 征婚条件要看学历和人品 大爷说有学历就代表有钱 他外甥一年挣三百多万 就因为他有高学历 说到这好像也没什么毛病 不过马上大爷就拐带着提了一句 说没学历你拿什么赚钱呢 五千块钱 一万块钱一个月 那就是讨饭 这话一出那真是扎心啊 很多人纷纷表示 原来我就是丐帮子弟 还有人调侃 在下二一一毕业 却原来是个丐中丐 当然也有人认为话操理不操 在一线城市月路五千一万 那确实有点紧张 但更多人表示 很多医生护士啊警察叔叔啊 也都拿不到这个标准 您家闺女啊确实优秀 但是呢没必要把别人一棍子都打死 争论到此告一段落 话说这位老爹替女儿征婚特霸气 但另外一位父亲征婚 却怪女儿太优秀了 说在北京的一个相亲角 有一位大爷呢 站在那抱怨 说寻不到一米六的 无独立住房的 月路两千八以下的 大我一轮的 按说这都是拒绝的理由 那怎么会成为姑娘找对象的条件呢 这父亲就解释说了 之所以提这些不寻常的条件 都怪他们家闺女啊太优秀 你看海外留学高校任职 这么厉害的女儿 那是一岁多就开始培养 九岁多英语就考级 老先生啊不停地念叨 说后悔啊 将她培养得这么优秀 都没人敢娶了 面对相亲角家长们的 语不惊人死不休 有专家就说了 相亲其实就像是连连看的 都是相向的两个合成一对 要么志同道合 要么志趣向头 要么有共同的努力方向 你过度物化婚姻和过度矮化自己 小心变成什么呢 花间一壶酒 独座如相亲啊 好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介绍瑞慈 夸人秀 秀字本身是形容人和事特别优异 你比如优秀 灵秀 而到了网络时代 它又有了炫耀表现的含义 你比如秀恩爱 秀技术等等 最近电竞圈流行一个词叫代秀 意思是很优秀 大秀 形容操作精彩 慢慢地秀这个字就开始走出电竞圈 成了夸人的一种流行语 你比如电视剧里特别厉害的人 人们会在弹幕上刷你真秀 一知独秀 后起知秀 随后人们还找到一个古人 作为秀的代言人 他的名字叫征德秀 我们来看征德秀老师长成这样 他是南宋的理学家 就因为他的全名谐音叫征德秀 那是夜之间成为网红 在这个套路下 许多带有秀字的词成语或者诗句 就顺应潮流被完成了一个梗 例如中宁玉秀表示带有灵气的优秀 用造化中绳秀表示天然去雕饰的优秀 此外还有维多利亚秀 QQ秀等等分别代表性感和可爱 甚至有人把所有带秀字的话 都做成了表情包 感觉现如今说话不带秀 都没法在朋友圈点赞了 古人说得好 莫说人短 多夸人长 现在鸡汤也认为 会夸人的都是高情商 要我说 掌握了夸人秀技能的 那都是表扬界的秀才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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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